有民众在18号买了一块生日蛋糕 准备回家庆生 而刚买的蛋糕看起来相当可口 一刀切下去用料丰富 但吃了一口觉得酸酸的 仔细一看怎么馅料长毛了 民众当下没发现直接大口吃下去 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开始上吐下泻 气得在网路上爆料买到发霉的生日蛋糕 基隆市卫生局得知消息后 也立刻派人前往稽查 实际走访店家卫生局指出 业者不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 其中工作台及地板上有许多脏污没有清理 冰箱内的食材也没有依规定包覆存放 现场辅导业者立即改善 加强环境卫生 一旦复查没有达标 则会寄出高的罚单 我们请业者要立即改善 那在改善之后才能够再做面包的制作 后续我们会有一些约谈的动作 那如果确认的话 我们也会依照实安法做后续的财助 事后业者做出回应 表示会负担受害民众的相关医疗费用 但卫生局也说 如果没办法在期限内改善 恐怕将没办法再开业下去 感谢观看 好